大家好,我叫何一辉 我是2018年毕业的计算机系 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跟马晓伯老师开始做科研 马晓伯老师也算是带我进入科研的领路人了 之后我在大二的时候进入矿石科技实习 是从孙健和张祥宇 那是我走进并了解AI的第一次实习 之后我去美国CMU卡奈基梅隆大学 继续学习计算机视觉 在卡奈基梅隆大学毕业之后 我进入了Facebook AI Research 为脸书的核心人工智能研究部门 现在呢我是在一家自动驾驶公司叫做Cruise 研究计算机视觉用于自动驾驶 想给本科同学们提三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就是 个人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我从小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机器人 那时候玩的是乐高机器人 之后初中的时候学的是 又参与了机器人比赛RoboCup 做的是足球机器人 上大学之后参加了社团 当时我们做的是RoboCup 打羽毛球的机器人 就我一直都对AI有浓厚的兴趣 然后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中 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在AI方面呢 我发表了十几篇论文 然后积累了5000多引用 也有两个专利 我觉得这个 我可以把自己的在AI上工作 当作一个爱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建议是 我觉得选择大于努力 其实本科 你们还在一个职业 非常早期的阶段 这时候应该多多尝试看自己究竟适合什么路 就比如说 我尝试过进入矿式科技实习 然后就是我想体验一下 未来如果本科毕业直接去工作 是一种怎么样体验 然后我也 我也跟马晓伯老师一起做科研 这个就是我想考虑未来要不要读PhD 然后我也了解很多留学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在大二的时候 然后就去UCSB做交换 然后我大三结束的时候 然后又去美国做visiting scholar 跟MIT的一个教授 然后一起做科研 这个我就知道了 自己其实对留美和做科研 是非常感兴趣 这也是我最后选 本科毕业后选择去CMU读研的原因之一 然后我当时也考虑创业这一方面 就是参加了一些我们学校创业比赛 然后也去RoboCon的社团参加制作羽毛球机器人 所以就是我做了很多尝试 然后我就能很快找到自己究竟是最喜欢什么的 想给大家的第三点建议 是除了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 以及技术之外 这个软实力也很重要的 像我们计算机专业 可能很多人觉得写代码写厉害就行 但其实软实力也非常重要 就比如说科研做得好 然后你可以把实验做出来 然后代码写出来 但你也需要写一个好的文章 然后让大家能读得懂 这样才有很多人引用你的文章 你也需要到了一个学术会议 然后你要能够演讲能力 另外就是做科研的时候 也需要跟老师跟其他同学一起协作 这样子效率更高 然后当你比如说需要申请学校 申请研究生的时候 老师也可以给你提供推荐信 对你帮助 如果走进公司呢 这个communication能力就更重要了 就经常你不仅需要写好代码 你还需要去讲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写 以及经常写代码之前 你需要对整个项目进行构思 写一个design doc 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我在知乎上是有八千粉丝 经常会写一些自己的分享 大家可以关注我 知乎上我就叫何一慧